党中央这么讲 在党里面大家现在有共识 应该就是侯友宜市长 既然侯友宜已经是党内的最大共识 支持者狂问你拖着不征招 到底为什么难道又有案盘 第二个阶段就是整个泛兰阵营 郭台铭董事长当然是可能的人选 一听到国民党说 为了泛兰整合拖延征招 支持者再问朱立伦你凭什么 整合不是像大家说的 这么困难 更不是朱立伦登高一呼 所有泛兰跟非律就能够整合吗 那你今天就有能量选总统了 台湾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人 也不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快完成我们的征招 党内呼吁党中央 根本不该搞什么三阶段 立委点破朱立伦 别以为再拖下去 就会有人赢过侯友宜 整个提名的过程简化 重塑重检 侯友宜不能够选赢的话 难道郭台铭选得赢吗 侯友宜看得出来 是唯一一个有准备有意愿 而且有可能胜选的候选人 要找第二个根本都不存在 国民党说比较过去经验 要五六月才提名 名嘴傻眼痛骂 上回就是因果卡汗拖到六月 才全盘输掉 以前你就输啦 你上次拖这么晚你就输掉啦 上次教训还不够吗 那现在人家赖兴德 已经开始在地方跑行程了 你们连人选是谁都还不知道 那你们是准备乱到五六月以后 然后再慢慢拖到七八月才要提名吗 直接就离让赖兴德四个月 你们脑袋有动吗 你们到底还想不想选2024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 真的不要当扶不起他的 面对关键2024 国民党把原本一盘好奇 下到前途茫茫无烟瘴气 过多的算计终将被盛名唾弃 藉章有此离选台北报道